港九小輪公司派人先在碼頭焚燒冥強 管理層再帶同大批製品出發到出事海域 為死者做法事 港九小輪總經理吳兆元說希望死者可以安息 正正是受難者的頭七 希望做點心意 所謂我們廣東人做一場法事 希望得到安息 日前我們跟員工溝通過 希望他們能夠收拾心情 做好自己工作崗位為市民服務 如果員工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提供輔助給他們 他又說涉及事件的海泰號船長 情緒仍然波動 需要休息和接受心理輔導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導